大家好 我是版布 瑞典是个神奇的国家 这个北欧最大的国家 只有1000万出头的人口 却有着渗透到我们生活里 吃穿渡行各个方面的头部品牌 吃喝有Epsilon Vodka 绝对福特加 穿有H&M 住有宜家 行有沃尔沃 说到这儿 您是不是觉得我放错视频了 还真没有 今天我是要聊骨功 但是视角不太一样 这是一个瑞典人镜头下的故宫 大约100年前的1922年 他被特许进入故宫拍摄 还意外的获得了末代皇帝溥仪的陪同 带着他在故宫里选景和讲解 这在古今中外 绝无仅有 闲话不说 先来认识一下这位瑞典人 Osward Céline 中文名字喜仁龙 喜先生1879年生于芬兰 比我大整整100岁 后来加入瑞典国籍 人家本工是研究文艺复兴和意大利的艺术 并且在那个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在1920年来中国以前 他担任过瑞典斯德格尔摩大学美术史教授 研究达芬奇研究得很透彻 在耶鲁哈佛还有日本的艺术院校都做过各种的奖学 因为对这些艺术品研究的深 他自然就成了一名鉴定专家 帮助收藏家们买东西 古玩行 行画叫长眼 就是他说好就能买 说假的旁边就来一位 来一锤子那种 喜先生第一次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及中国艺术品 是在1915年提到了南宋画家周济长的两幅罗汉图 这两幅图是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收藏的 从那以后喜先生开始了对东方艺术的研究 并游历韩国日本中国在中国待的时间最长 从建筑到绘画 从撰刻到花园喜先生将研究成果编转了数本书籍 并且在中国那个兵荒马乱的岁月中 为北京留下了很多珍贵的影像 故宫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看过之前的视频的朋友都应该记得 从五行风水到龙脉布局 再到上一集的中州县 我可没少提紫禁城 但今天咱变个方式 那段日子正在北京街拍和做研究的喜人龙先生 接到了一个来自深宫内院的电话 明天中午11点戴上相机 紫禁城北面神物门集合 有人带着你去逛可以拍内潮 那时候在中国拍照的老外不少 为什么只有他有这个机会能去内潮 咱们一会再说 第二天中午11点 喜先生准时的出现在神物门 并游人带着进入了御花园 在那里他遇到了溥仪的外教 庄士敦 打过招呼以后 庄士敦去忙自己的事了 两个太监向喜先生交代了几个拍照的规矩 第一能带他去的地方 他可以随便拍 不能去的地方不要拍 第二皇上本人不会见他 第三皇上可能会在远处看他 如果他要看皇上必须把眼镜摘了 不能隔着眼镜看皇上 喜先生是个近视眼 摘了眼镜基本上就看不清楚了 皇上也是近视 所以摘了眼镜 这人俩都未必能对得上眼神 三叉口了 哦对 为什么是人俩呢 喜先生那年43岁 溥仪16岁 这岁份差不多是人俩 讲完了规矩 喜先生就开始工作了 他从紫禁城北端的御花园开始拍摄 您想啊 一个对中国建筑和园林感兴趣的外国人 在御花园里的兴奋咱都能想象到 像千秋亭啊 仙家洞啊 天一门啊 钦安殿 连御花园内的龙槐都做了特别的拍摄和记录 这时候 来自远处一直在摇看的皇上传来一道口语 皇上口语 你别老跟那点较劲啊 那里边大着呢 你省着点 1922年的相机都是用一张一张的胶片 携带数量确实有限 要说皇上想的挺周的 喜先生于是准备打包换地儿 这时候又一道口语到了 这次随着口语还有一台老的柯达相机 皇上口语 你给看看这还能用吗 喜先生一看 这相机早废了 于是就建议 这个要去当时北京最好的相机店 找专业的人给修理修理 刚想继续打包 一回头又皇上站旁边了 皇上的意外出现 让周围的人跪倒一大片 吓了喜人龙一跳 没见过这阵势 一开始 16岁的溥仪有些害羞 他就问喜人龙先生 还有多少胶片 并告诉他 还有多少个重要的地方可以拍 您想 再怎么说 这紫禁城也是人家从小玩到大的地儿 谁也没得熟 聊着聊着 皇上就放开了 要自己带着喜人龙先生开始逛 喜先生也有点懵 说刚才还被交代了三个规矩 说见不到皇上 这会皇上成导游了 这事儿黑 在喜先生的书里描述这次紫禁城之行的时候 是按照从武门进入的路线开始的 于是我就花了两天时间 按照书里描述的时间和路线 去故宫里实地拍摄了一百年前 喜先生拍过的部分地方 这集咱一起看看 听听他是怎么理解皇上的导游词的 其中有些语言是外国人理解的中国文化 有的地方还有些错误 但是还都挺有意思的 紫禁城的外墙有四个门 每个城门都有三个门洞和一个城墙 东墙和西墙的两个城门 要离南墙的城角更近一些 以便人们在进入上朝和举行典礼的三大殿时更方便一些 五门是工程中最大的门 又被叫做五凤楼 它两翼的雀亭向南突出 全长约92米 五门上通往两侧的雀楼和狼屋里有一口大钟和一套锣骨 皇上穿过五门的时候大钟会敲响 去太庙祭典的时候锣骨齐鸣 而北面整个外观长度约为126米 五门前的庭院有两侧雀左门和雀右门进入 贯穿太和门前庭院的金水河 从东向西形成一条曲线 河上有五座汉白玉石桥 桥上的白玉栏杆雕有龙云文望柱 它象征着中国哲学中的武德和武常 一条汉白玉铺起来的笔直道路 从中间那座玉桥上穿过通向太和门 太和门前有一对巨大的铜狮子手卫 还有两个汉白玉的雕塑 一个是复制的存放皇帝玉玺的石印盒 另一个是按照放大尺寸复制的存放给皇帝奏折的饼铁盒 太和门到太和殿的距离是180米 由于庭院过于空旷 和两边低矮的狼屋过于单调一致 所以看起来似乎距离要更远一些 太和殿是三大殿中的第一大殿 建在一个被称作龙池 并有三层阶梯的汉白玉抬积上 通往抬积之上的三段阶梯和我们在太和门前见过的十分相似 中间那个阶梯的中央部分 被做成了刻有攀龙翻腾驴流云和海浪之上的巨型浮雕 这是专供皇上用的 皇帝用的轿子就是从这个斜坡上被抬上去的 左右两边的阶梯上也装饰有代表各种神兽的浮雕图案 其他人只能走两边 太和殿是在中国新年冬至万寿节举办大典的地方 平时很少被使用 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 比如1918年庆祝一战停火才会被启用 本来民国政府有计划把太和殿改成中国资政院会议大厅 1922年喜先生参观的时候 这个计划并没有实施 所以大殿内依然保留着至于高台上的皇帝宝座 还有各种装饰性的大家具 什么花瓶啊香炉啊 华丽的乌木啊屏风啊 雕刻特别精美的红木橱柜和椅子啊 接着往后走就来到了中和殿 中和殿在明代被称作中级殿 他在1627年重修过一次 之后很长时间没有再修过 直到1765年才和太和殿一起得以重修 复原工作也许并不是那么重要 因为中和殿无论在结构 还是装饰的各种细节上 都保留了比太和殿更早的特征 在进入紫禁城内朝部分之前 喜先生还去了外朝东南角乾隆皇帝建的藏书阁文渊阁 还有文华殿传心殿 还有西边用来展示皇家收藏的历代画作的五英殿 随后他们一行就来到了紫禁城最神秘的地方 内朝 在当时这里别说是外国人 就是普通的中国人也难以跨入半步 那有皇上带着 喜人龙先生在内朝去了很多地方 但从文字和图片上来看 给他印象最深的就是乾清宫和养心殿 咱们就着重的来跟着喜先生的图片和文字 一起逛逛这两个地方 乾清门是内朝的前门 内朝的主殿都是在1655年建造的 后来进行了重修 但是乾清门却几乎保持了原样 我们从南面一直走过来的那条高出地面的道路 继续向北延伸到乾清宫 这里直到去年为止 一直是皇帝的寝宫 自从民国诞生和三大殿归为国有以来 乾清宫不仅是皇帝接待官员和特使的进建厅 也是举行大典和庆祝节日的地方 例如1922年末代皇帝的婚礼大典 因为疫情的影响 故宫采取了限流措施 养心殿并没有对外开放 我也没有机会去实拍 喜先生在书中是这么写的 养心殿是已故光绪皇帝的寝宫 当我看到它的时候 里面的家具装饰都是西式的 前窗都已被加宽 还配上了玻璃 在桌上和架子上放着大量各式各样 和大小的欧式子名中 末代皇帝告诉我 自从光绪去世以后 再也没有人在这住过 除了这两个主要的地方 喜先生还去了贫妃们住的东西六宫 皇后住的昆宁宫 慈义太后的宁寿宫 皇族祭祀先祖的奉先殿 还有西侧的宗教场所 什么羽花阁 宝华殿 中正殿 他还看到了一些贴着封条的门 他们的外表和宫里其他建筑的样子很不一样 但他被随行的人告诫 不要谈论这些地方 喜人龙先生的这次特别参观 在养心殿结束 在那里他看到了更多有故障的相机 而末代皇帝溥仪 就和这次参观开始时突然出现的套路一样 突然起身和喜人龙告别 然后转身就消失在故宫的深宫大院里了 喜先生则让人带回了神武门 并从那里离开了故宫 这趟参观 无论是对他 还是对现在的我们 可以说都是一次珍贵的经历 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到了故宫 看到了中国最后一个皇帝 这趟参观到现在还不能算完 还有一个网红打卡地点没去 景山万春亭 关于景山 喜先生在书中说 紫禁城的整体规划 在其北端的一块高地上 可以看得最为全面 它的建造 并非仅仅是为了风水 也是对工程面临实际危险 是一种保护 这座山为观察四周和发布信号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制高点 从这里不仅能俯瞰整个皇宫 还能够望见北京城的绝大部分 我不知道啊 这从景山万春亭上拍摄故宫的 第一张照片是哪张 谁拍的 如果从1922年喜先生这张照片算起 那这个位置拍照打卡的传统 也快一百年了 我在实拍的过程中 还惊喜的发现了一棵树 这棵树就在万春亭和西侧的吉方亭之间 根据树干对比 以及树上的名牌信息 我感觉这棵树和喜人龙先生照片里的树 是同一棵树 这里我也放一张大图 您截个屏 回到您上景山去玩的时候 也可以对比对比 一百年前喜人龙先生拍过它 一百年后板布先生也拍了它 再过一百年希望还有人能记得这事 做这个视频最后能有这样一个发现 感觉所有的辛苦都值了 最后咱们说回为什么同一时期 有好几个外国人在北京拍照片 但只有喜人龙先生 让皇上亲自当了导游 根据各种资料综合分析 我认为有下面三个原因 您听听是不是合理 第一喜人龙得到了皇上的外教 庄士敦的帮助 因为喜人龙的笔记中提过庄士敦在北京的地址 而庄士敦当时又帮助溥仪处理对外事物 在皇上面前介绍和推荐一下是有可能的 第二喜人龙之前见过溥杰 还为他拍过照片 在被允许参观故宫之前 喜人龙把照片寄给了溥杰 后来溥杰拿给了溥仪看 这位末代皇帝对于拍照这个事情还挺好奇的 第三喜人龙对北京城墙的研究 得到了民国政府的特许和认可 除了故宫 他还去拍了中南海颐和园等地 之前有板砖私信我 说北京的故事讲的差不多了 讲点别的吧 我只能跟您说 北京的故事距离差不多可远了去了 别的当然也要讲啊 但这房子咱得一块砖一块砖的累才能接是不是 您放心 故事我管够 您看 今天我这一枚楼柱 又让您拒手机累着了 得累 赶紧结束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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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 感谢观看